五国联手声势浩达 殊不知更大的火力正在等着他们 近日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 还有菲律宾的联合武装力量及国防部队 在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内展开了多边海上合作活动 打着所谓的加强地区和国际合作 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这样的秦号 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新西兰和菲律宾之外 其他参演国家都是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成员 这次演习不仅是军事活动 更是在为菲律宾直接撑腰 妄图在南海地区制造紧张局势 就在这个演习前不久 这几个国家刚刚还召开了会议 发表了关于南海的涉化言论 暗中指责中国 企图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这一系列的行动不难看出 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为菲律宾搭台 试图通过军事合作与演习 进一步加剧中非之间的矛盾 最近你看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叫嚣声也越来越大 甚至扬言要与中国在新兵交打持久战 这种公开的挑衅背后显然离不开美国 近期美国的一系列动作 也在进一步助长菲律宾的气势 比如美国决定将第一封导弹系统 永久部署在菲律宾北部 并在明年4月份开始再一次的 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 表面上你看是军事合作 实际上就是美国要通过菲律宾 来遏制中国的一次重要节奏和步骤 菲律宾小马克思政府对此视而不见 反而将这种力挺 视作是自己对抗中国的底气 通过拉拢这些国家 菲律宾也想构建一个更大的反华阵营 然而五国联合演习虽然声势浩大 但实际上却不咋样 美日虽然是主力 但也仅仅出动了常规的驱逐舰和护卫舰 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派出的 则是上不了台面的那点军舰 整体实力是不具备威慑中国的能力的 相比之下 解放军一直在南海保持着高度的警备状态 南海战区海空力量严阵以待 而辽宁舰航母战斗群正在从西太平洋 逐步向回靠拢 叙事待发 南海局势也完全在我们解放军的掌控之中 正如前几天 火箭军成功发射洲际弹道导弹那样 中国已经向外释放了明确的信号 此次美西方国家为菲律宾搭台 实则是一种虚张声势的行为 他们内心的焦虑显而易见 就在五国举行联合演习的同一天 解放军也在黄烟岛附近海域 进行了多项军事演练活动 而黄烟岛距离菲律宾多少公里 不到两百公里 而这意味着解放军时刻准备着应对任何突发情况 更大的火力早已对他们叙事待发了 美国这些国家在中国家门口制造紧张局势 想掀起什么风浪 实际上它还嫩得很 中国一向是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上的态度 异常坚决 绝不会退让半步 解放军的强硬态度已经清楚地表明 中国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在南海问题上挑战底线 或许随着解放军的进一步行动的展开 这些企图搅局南海的势力 他不得不暂时演技稀谷 愣静一下 因为他是真的怕呀 这些企图的东西是否判了 这些企图的东西是否判了 这些企图的东西是否判了